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三位一体的圣父 圣子 圣灵 如果我们硬要把它拆开来看的话 也许你会想在旧约的当中 的部分是圣父所做的 然后我们看到了四福音书 是圣子所说所做的一切的言行记录 然后十度行传以后就是圣灵的工作 当然我们这样的把它分割并不是很恰当的 因为圣父 圣子 圣灵是三位一体 是合而为一的 那当我们来到使徒行传 门徒们聚在一起 说真的当时候门徒们心是非常的惶恐 他们不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 因为耶稣已经被抓走了 被钉在十字架了 门徒们心里想我们到底是该如何是好 可是我们看见了耶稣复活了 他向门徒来显现 向许多人来显现 讲说神国的事 耶稣和他们同在 耶稣跟他们一起来到了这个赶南山顶 这时候神要接他走 可是耶稣在接他走之前 吩咐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我们看见了神清清楚楚地向他的门徒来述说 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 我们看见了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前 门徒们还在那里问 主耶稣啊 你复兴以色列人是在什么时候 我们什么时候要为你打拼 可是耶稣告诉他们说 什么时候不是你们能够了解的 耶稣说你们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日子 但是要记住一件事情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我们看到了耶稣在 四福音书当中 他不断地去提到 将来会求父 差遣一位圣灵来到他们的当中 这圣灵来了 要帮助他们许多的事情 这时候耶稣说 你们要等候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今天谈到了等候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我们就是说 好 要等 那我们就傻傻地坐在这里等 可是耶稣要我们的等候 并不是要我们傻傻地坐在位置上面 父啊 你把圣灵给我 父啊 你把圣灵给我 一天过去 一个礼拜过去 甚至一年过去 你会说 父啊 到底什么时候你要给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因为圣灵 或者说圣灵的喜 或者说圣灵浇灌在我们生命里面 神 祂有祂的时候 神 应许他们 要把圣灵浇灌 其实 你看旧约 约尔书 也应许我们 老年人要建议一下 少年人 等等的要做异梦 我们在很多的时候 我们会看见圣灵预备着 要浇灌我们 当圣灵要浇灌在你我的心中的时候 要从内部开始 从耶路撒冷开始 去等候圣灵的时候 圣灵浇灌 圣灵 圣灵更新我们 让我们能够看见 圣灵开始 着牙在我们的心中 圣灵给我们能力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神给我们的能力 让我们看到了犹太全地 让我们看见了耶路撒冷 圣灵以外 原来还有 在沙玛利亚的地方 还有地基 今天 有许多的宣教师 他们到各地方去宣教 是因为他们肯在他们自己的一个地方 去等候圣灵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 我们不需要圣灵可以吗 也许 你可以说我只要上帝 也许你说我只要耶稣 在我们的传递的当中 我可以随时随地的去述说 耶稣的事情 可是圣灵的事情 不懂 不需要 可是我们必须明白 我们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万君耶和华的灵 方能成事 你必须要有圣灵 必须让圣灵在你我的心灵里面 来给我们能力 帮助我们 有一位姐妹 她的家中 连串的事件 先生有外遇 儿子闯了祸 家里面一团乱 他问 神啊 为什么是这样子 你让我 到教会去 我也去了 为什么家里面会遭遇到这些的事项 神的话语提醒他 你要等候父所应许 圣灵的能力 也许你靠口才 也许你靠你自己的本能的一些的能力 你要去做这些事情 要去面对这些事项 可是你忽略了圣灵的能力 因此他痛定失痛 他有一天在他自己的卧房里面放生痛哭 他说上帝啊 为什么离开我 为什么 他在那里 他开始扶在神的面前 换句话说 他等候父所应许的 他等候在那里 他在那里 他想到 我该为谁祷告呢 因此 他拿一个纸条 贴在枪上 为我的先生祷告 他祷告又祷告 为我的孩子祷告 贴上第二个章条子 为这个祷告 为那个祷告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 你说我忙东忙西 我做很多的事项 可是先觉的条件 你必须先服在神的面前 你是不是肯进到这个祷告室当中 来寻求圣灵 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 你要得到这些的能力 所以 等候 你就必须安安静静的 在神的面前 等候你必须把自己完全的交托 等候在神的面前 等候 并不是无所事事 拿着旧拼 或者是做什么 等候乃是谦卑的 在神的面前 求主真的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等候父所应许的 你们就会叫得着能力 得着能力 为主做见证 愿神亲自的来祝福 来帮助你